你覺得你的婚姻撐得過一年嗎 我覺得可以一年 現在已經11個月了 還剩一個月 這一個月應該不會怎樣吧 不會怎麼樣 10天後莉亞宣布離婚 哈們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初比8點檔還8點檔的 謝和諧婚姻9彎18拐 以為在奇景約道歉後就畫下句點 沒想到戰功莉亞 3月7號晚上9點多 突然在臉書發文 Hashtag我們離婚了 謝謝謝和諧阿寇 這些日子以來的陪伴 謝謝媒體大眾這三年來的追逐 我和謝和諧的相遇 本來就是一場錯誤 我未曾在她最低潮的時候離開 但我很願意在她康復了以後 和她自由 是時候也該畫下句點了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和謝和諧我們已經正式分開了 希望我愛的人幸福快樂 我是陳香妮 今後我會更努力做自己 我真的覺得我是渣男耶 對啊 不會啊 連阿寇和記者都算不到的3月7號 就見兩人是命運的安排還是情感的糾結 她向蘋果表示 我還沒看到她的發文 我們沒有吵架 目前人同居在一起 她剛剛出門去做指甲 我還叮叮她出門要穿外套耶 確實這幾天也有跟她討論到離婚 但還沒有簽字 是我太渣 是我太滑心 跟我在一起她比較受傷 我跟她還有愛但比較像家人 我們就算不是夫妻也依然是工作上的夥伴 我的公司經濟還是她在處理 把她從疑似由小三到和好又離婚 讓他們不知道是拿出 懷疑是不是在炒新聞 謝和賢表示 欸 幹嘛這樣子做神經病 我們之間沒有小三也沒有第三者 單純就是我們兩人的溝通結果 這樣子做對彼此比較好啦 最後的最後 記者大大問了阿寇害羞的問題 兩人還有闖上運動嗎 她表示 這個問題太告白了 我們有一陣子沒做了 那妳曾經就是放話說 妳要娶像耶穌一樣 娶十二個師徒 十三個也OK 十三是撒旦的數字 OK 畢亞同意吧 承鄉你同意嗎 他是第十三個這樣 對 你有想過你是不是不適合婚之大 我真的覺得我不太適合婚姻 對啊 因為我是一個 特別崇尚自由的人 對啊 哈哈哈哈 可是我是一陣婚人 你們會到時候 要去見證這個離婚首 我 抱歉我是個渣男 是個獨宗 是個垃圾 但是你會唱我的歌 夜深人靜聽著 謝謝阿賞 謝謝阿賞 謝謝阿賞